觀眾朋友晚安 歡迎收看禮拜一晚上的 三立全球財經 我是范英華 今天加權指數是小跌的格局 但是很多投資人會說 我手上股票一點都不像小跌 好多好多 包括之前的強勢股 在今天打到跌停板 這樣叫小跌嗎 很多這種全值股大型的個股 高價股在今天可能一點感覺都沒有 可是中小型的跌蠻多的 那怎麼辦呢 現階段難道連強勢股 都不再強下去了嗎 今天台北股市當中 到底下一棒誰會出來接棒 我們要帶你來討論這個問題 首先現在就有來賓 第一位是第一國際投庫的經營長林永明 永明哥晚安 一華來賓全國的投資票 再次見榮家約的股聞是明德 明德哥晚安 一華觀眾朋友大家晚安 好 最後一位是這個 就像頭骨的曾分音師中建安 健安哥晚安 一華好 全國的投資朋友大家好 我們先來看今天 就健安哥精心挑選的 大家覺得說哇 好眼熟啊 誰呢第一檔的口袋名單 來看看一百多塊錢囉 他最近你看股價持續在創高 其實他老朋友了 到底是誰我們等一下再來揭曉 那我們來看線索呢 去年的業績在創高 EPS是超過八塊錢 第二個呢是車規產品打入 德國一線車廠 德國一線你看多厲害 再來最後一個你看下面 這紅柱題也滿多的喔 法人持續在買潮當中 這檔個股什麼呢 等一下我們廣告之前會來揭曉 那麼還是要回到主題了 加權指數今天整體的表現怎麼樣 現階段台北股市當中 有沒有一些個股 趕快幫我選一下 現在我手中強的已經開始不強了 弱的開始轉強怎麼辦呢 好 這邊是指數的部分 往下打了之後再打 你看最低點9508點 那麼呢這個說也奇怪 細菌性又往上拉 那麼拉到最後面呢 最高點是9572 收在了9552 今天是小跌了18點 量的部分呢863億 好 這個部分呢 今天這個外資 自營商 整個三大法人都是小賣的喔 合計的賣超呢8.9億 但是呢我們來看外資 外資今天是小賣對不對 但是它這個整個籌碼面的變化 最新變化是怎麼樣 好 來看外資喔 今天買超的 賣超的 分別有哪些呢 你會發現它最近一直在買的是 同一類的東西喔 那麼當中有沒有哪些 我現在追可能還來得及的 有沒有它在賣超的 我可能手上也有需要特別注意 好 在這邊呢 這個是外資買超 包括了在中信金 友達 星光金 華航 還有這個鴻海跟仁寶 都是持續在買超 友達比較特別喔 在前一天是賣的喔 可是呢今天把它開始買回來了 為什麼呢 怎麼解讀 好 另外一邊賣超的是 月光 台積電 聯電 台灣50 第一金跟細品 你看都是很大很大隻的 友民哥 這個部分在買超 我們先來解答 這個最奇怪的友達好了 為什麼之前是賣喔 而且線也不是說很強勢 那麼現在外資開始買回來了 對 我想友達的一個狀況 剛剛這個廣告前 這個有跟易華稍微聊到天 應該是很多一般投資朋友的一個 這個最愛 那我之前 我記得我在上個禮拜的時候 有跟各位分析過 就是說整個面板的一個市況 它有分大小尺寸 那現在的話 其實大尺寸的產能是在鬆動 那庫程也在堆積 但基本上呢 小尺寸的部分還有一些 比如說車用的 比如說其他的一些 比較特殊型立基型的 勉強還可以這個撐得上去 所以今天報紙上 有特別提到那一塊的話 當然股價就做了一個 小的一個反彈 那反彈的一個過程中 可以看得出來外資的一個心態 他前一陣子賣得稍微比較多 那來到現在這個位置的時候 正好有均線支撐 所以他回首來做買進 那大家不要把這個買進 當成是他看多某一個產業 不是嗎 一定要記得 就是說剛剛易華有特別拿出 這張表給大家來看 如果他今天的買超 不管是現貨或期貨 他基本上是正向的話 你會看到一個東西 叫台灣50他是買超 他不會把台灣50作為賣超 所以今天整個表 各位可以去看到前 應該是前六跟後六 那這幾個東西你加起來的話 他擺明就在做一個黑取牌 也就是說他兩檔舊全家 一個叫大力光 一個叫金融股 然後剩下其他一片死光光 對 但是他指數還是可以 控在這個位置 那今天控的一個位置 其實指數的下緣就9500 那上緣的話大概9650點 那今天之所以能夠不跌 主要是因為中國大陸強 不是我們自己的自體免疫力好 那今天整個的買超賣超的 一個現象裡面 當然友達 剛剛有特別提到 我覺得產業上來講的話 就是一個區間盤 來到這裡不要殺 那他未來就會反彈 但是我認為反彈的一個空間 大概就是7%左右 我剛剛稍微算了一下 那至於像中信金也好 星光金也好 像這一類的金融股 外資就是在賭台灣的 不管是散戶 或者是內資的人 根本沒有 所以他這個地方只有官股有 或者是只有一些這個供應體系有 所以他這個地方他敢去做 他用這個來把指數拉上去 但是他用台積電或聯電 或者是用一些所謂的這個 封裝的股票把它K下來 那這樣子維持一個區間盤 然後另外包含像華航跟鴻海 尤其是華航的部分 因為上個禮拜 我記得這個明德兄 有特別提到這個季報的效應 所以雖然目前看起來的狀況還不錯 所以我想華航也是一個 有機會區間往上的一個部分 鴻海跟人保的一個買超 我倒建議大家就是觀察就好 觀察就好 因為以鴻海來講的話 他就是一個很難做的股票 對 他爐好久 對 所以基本上是一些 所有你看到的一個外資股 我想電視機前面的觀眾 都拿來當成是一個觀賞用 就是看盤的一個部分就好 那真的實際上 你靠這些股票來操作的 說實在的難度是比較高 那外資說實在 花在這上面的時間也比較少 因為他主要是拿來控其指用的 我一直強調這個觀念 那他賣超的一個部分的話 我倒覺得聯電有點殺過頭 以這一波來講 聯電的一個庫城 其實已經差不多 鬆動的狀況很早就知道 但是以現階段來看 物聯網的東西會加進去 所以我倒覺得聯電 在未來的時間點 因為他跟台積電之間的 這個一加差的一個關係 在美國跟現股 跟台灣的現貨比起來的話 台灣現貨明顯弱很多 所以這個地方有點殺過頭 所以建議大家這個地方不用再殺 那聯電如果之前我成本 可能在那個季線以上的人 現在看他這樣一直往下掉 我怎麼辦 我趕快加碼攤平嗎 對 我覺得一般的投資朋友 都會有這個問題 就是說一個股票跌了之後 我就想去攤平 那我常跟很多人在聊這個觀念 就是說你其實你套牢的不是股票 是你的資金 所以你要想辦法讓你的資金解套 而不是股票解套 所以你與其去把錢去套牢 去攤平聯電 你不如去買一個會漲的股票 那在你資金就活回來 從別的地方賺回來 對 那你不一定要殺聯電 你可能等它反彈的時候再來處理 但是你一樣的錢要有效率的話 不過我們就認定說 我一定就是要給它定國基聯電 那這樣子就比較辛苦一點 是 所以是資金套牢 而不是股票套牢 好 所以就是在這個聯電的部分 那另外呢 日月光台今天是不是真的 稍微比較偏弱 比較持平一點來看待 對 他們問題比較多 因為景氣每次插的時候 封裝都會掀起來 因為你要拿再生的晶圓去封測 那同樣的景氣已經好到一定程度之後的話 封測會沒有單 所以封測一定會先掉下來 所以封測應該是景氣的領先指標 尤其是半導體的領先指標 那這個大環境走到這裡 是錢堆起來的 所以除了一些中小型的股票 真的是有機會以外 因為不管是作帳 或大股東的心態 整體的市況來講的話 說實在已經開始消停了 所以我會比較建議大家 這個指數已經拚在這裡拚太久 那外資其實已經有越拉 越拉不動的感覺 所以這一點大家也要提防 但我講的都是全職性的標的 不代表一些比較有活潑 有生命力的中小型股票 好 所以在這個部分 就外資買鈔跟賣鈔 剛剛有明哥也說了 友達他只是可能短線會往上反彈 不是權力要做多 就外資的心態可能要再揣測一下 不要真的會錯意了 另外一邊聯電有點殺過頭了 但是也不需要在這邊再加碼貪品 就是外資的部分 那麼接下來我們來看投信 投信今天又在買賣什麼東西了呢 好 投信又是在買國橋 國橋今天買了3000多張 FB上陣 你會覺得說這個陸股 最近的消息不是很多嗎 又有利空啊 結果又宣布降準 整個又有利多出來了 陸股怎麼辦 你看他今天還在買 同恨 華指 華星光 中壽 這也是老朋友了 這個投信持續在加碼當中 今天都是買鈔 好 另外一邊來看賣鈔 賣鈔是陽明長榮 從海運難道不行了嗎 聯電同樣跟外資一樣都賣鈔 再來光環奇邦最後一檔是建大 就是比較偏弱的持續在賣 那麼買鈔的部分 這個我們先來問一下明德哥 FB上陣 你覺得陸股這個多頭已經結束了嗎 看起來好像投信覺得說 還有多頭啦 不要亂賣是不是 事實上陸股是一個政策盤 你看陸股基本上它是趨勢多頭 中長線多頭沒有太大的疑慮 現在要特別去留意的就是短線上 它可能會有一些政策的一個 降溫的一個動作 所以政策降溫的動作出來之後 你可以看到 它禮拜天降純準率 然後也同步的告訴你說 它要降溫 讓這個機構法人可以放空 所以說在同步的 它在降溫的同時 它不會一把水 一桶水就把這個火交洗不會 它只是一點一點讓你不要那麼熱 OK 但是中長線的趨勢多頭 沒有太大的改變 好 那麼講完上陣回來 我先跟各位講投信 那麼最近投信是沒有錢的 因為投信是需要靠行情有行情的 投資人把錢去買基金 他才有錢 那麼現階段短期間之內 投信並沒有太多的所謂的一個 它的一個現金的部位 所以它不會有大量的加碼動作 但是現階段你可以看到 你在行情不管什麼時候 你跟著投信做股票 一定比跟著外資或自營商要來得好 因為外資的股票有的太長 有的是指數的考量 有的是它部位的考量 所以說它一定會去盯緊指數 那麼投信的部分 它要跟別家投信比績效的同時 它一定要單兵突破 它一定要少數集當股票 績效領先別人 它才有辦法拿到第一名第二名 才可以募到更多的資金 才可以讓它的投信公司 賺更多錢 所以投信的股票是屬於比較波段 那麼自營商 現在做自營商 很短線 做太短 根本沒什麼用 不需要太去注意 那麼投信基本上 你可以看到 今天投信買超的股票 都是屬於有基本面 現行好的 就像國橋一樣 當油價穩定之後 國橋的上油的原料 它的一個降價幅度 比它的產品的一個降價幅度 還要來得大 因此它的毛利率一定會拉上來 所以說不管它的S&M或ABS 這個部分都是穩定 市況是穩定的 所以你可以看它的線型 它跟指數的走法又不一樣 你可以看它是穩定 一波一波往上走高 基本上塑化類股 跟油相關的就是這樣子 油價短線上穩 你可以看到航運股最近就比較弱 對不對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其他的部分 包括了像銅昏 銅昏上個禮拜 這個建安有跟各位介紹過 基本上它的基本面好 技術面也好 所以我不需要再多做介紹 另外我要講的 就是像華新光 像中壽 那麼像中壽 它是這一兩年 因為搭上了建信人壽 跟中國的建設銀行的壽險公司 去做join venture 去做參股的動作 所以中壽是台灣第一家 在中國大陸非常有機會的 很有想像空間一家公司 而且它第一季的季報 實在是非常非常的漂亮 所以說它在這邊走高 那麼它的線型也沒有問題 你可以看到它的一個短線的突破 然後現在開始可能走中 可是明德哥 你看那個投信越買越少 要不要稍微注意一下 倒是還好 因為它就是這樣 它買到一定的部位之後 因為它我說 它現在現金部位並沒有太多 所以它沒有能力 繼續往上做一個加碼 對 那麼華新光這個部分 也是做光纖的 那麼你也可以很清楚看到 它就是持續維持在高檔震盪 還沒下來 所以說在這個部分 它還可以維持 因為它基本面算是強的 那麼這個部分 它的少數現在電子業 能夠訂單看到第二季幾 第二季季底六月 這種狀況真的很少見 對 所以它基本面 產業面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那這個位置 它還可以維持 它還可以維持高檔震盪 可以搶進嗎 我認為它還是需要帶量突破 再來買 它沒有帶量突破之前 它就是維持高檔震盪 對 也不要過度的去做一個追高 好 這是在買超的部分 對不對 那麼另外一邊 另外一邊大家看到頭好痛 你看這個油價好像這個最近對他們利多 是不是稍微減少一點了 開始跌 而且頭信看出 聯電的部分也是 那麼光環呢 光環跟華星光不同調了 一個是在賣光環賣華星光 這光環又怎麼來看 其邦跟建大呢 其實基本上差別在於說 你去看光環這一波從33塊漲到60塊 所以我們常常在講 股票你要去看 它是現在在幾樓 光環已經漲到五樓了 五樓六樓了 你現在去買的股票 是要買那種在二樓的 一樓剛剛突破 現在在二樓的 那種出漲 底部剛上來的股票 最起碼如果假設 剛剛有沒有說 如果假設有指數拉回的話 最起碼你只有一層樓的危險而已 所以說它馬上下來 就會擋到這個長線 中長線的一個底部的位置 支撐性會比較強 那麼像這種光環 它已經漲快一倍的股票 你告訴我 現在它還有沒有基本面 再倍增獲利的一個機會 如果沒有的話 它已經反應過它今年 承這個量產 擴大量產 它的一個基本面也反應完了 所以說像這種股票 你就基本就是你要稍微要留意一點 是 所以說很多股票就是說 它已經漲一大段了 你還想說它還會再漲一倍 這個時候 它就必須要更強的基本面 來讓它往上走 目前看起來沒有對不對 對 沒錯 有的人就是稍微挺立 分批 你最起碼像這種股票 已經漲一倍了 你最起碼要 報一半的現金回來 要獲利了結之後 你的心態就會比較穩定一點 那麼另外齊邦 我倒是覺得說 它基本面算是穩定 只是說它現行真的很不好 你看它今天的現行 幾乎已經讓它形成了一個中期頭部 它是做驅動IC的封測 但是在這個部分 它基本上第二季營收 應該還有一層的一個左右的一個 微幅成長的機會 所以我認為 即使它形成了中期頭部 這如果建安來看 我可能就去放空了 但是我從產業面去看的話 因為它現在的本益比 也大概就是十二三倍而已 所以它往下的空間的確是不大 但是它是弱勢 它需要時間來整理 所以說像這樣子的股票 你不要去做沙滴 你如果覺得它不好 很難等 不想等 你等它有反彈 或指數有反彈的時候 分批做一個收回資金就可以了 你不要去做沙滴的一個動作 對 所以這是在今天投信 就買抽賣抽 各資各股的一個解讀了 好 接下來我們要來問問看建安哥 建安哥今天準備著口袋名單 這是在幾層樓 有點看不懂 時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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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弄我 冒著生命危險來爆股票 其實我跟明德哥有沒有 我說這個 通告上酒之後 真的還是有默契 6147的奇邦有沒有 它真的是轉弱的股票 所以你真的會放空 沒有 等一下我再講 我先買個哏一下 我真的有選它是弱勢的 真的喔 真的 好 我們來講一下 這一檔股票 我先接牌好了 免得忘記接牌 好 5289的椅頂 我跟大家講 現在大盤有沒有 橫在這個地方 9500點到9700點 已經晃了16天 16天都晃在這邊 其實股票真的不好操作 所以重點在哪邊 有時候選股票 我常說過的 要找出你愛它的原因 對不對 光看名字就不錯 一定會長 對嗎 一定 一定會長 一進一定要買 不要租 對不對 然後會賺 會賺歌 好了 不要再唸 好無聊 好啦 我跟你講 高了對不對 還可以買 我跟你講 這就是重點的 如果假設你真的有看 三立權的財經的話 我教你很多招 這麼說好了 我剛剛在唸大盤 其實它是有重心的 我剛剛是不是說 9500到9700點震盪對不對 那今天是不是靠近9500彈起來 也就是說它在區間的下緣 那如果假設你對大盤有概念的話 也許明天就有機會反彈 那有機會反彈的話 第一個 你到底是要去買那個掉下來的 還是第二個去買 今天是紅K棒 明天續攻的那一種 如果是我的話 我會做第二種 第二種 因為大盤是頂到底下 然後彈上去 所以明天續長的機會大 既然明天續長的機會大 那股票的部分 就不要客氣了 所以今天我的邏輯就是這樣 5289的怡頂 今天你去看一下 今天漲了大概4%左右 今天漲了4%左右 那今天就以我的看法的話 就是創了新高 今天又第一根的一個創新高 應該在一個月前吧 一個月前我好像有介紹過它 那這個公司它是在做什麼的 它是做工業級的儲存設備 就是有點類似像Dram模組 但是它是for工業用的一個部分 絕對不是像威剛那一種的 不一樣 那除了這個以外有沒有 它也有一些 那個嵌入式的一個裝置 是它其實如果假設 你去上它的網站來看的話 有很多的文字 沒有很多的一些訊息 都已經在網路上是公開的 像什麼航太 國防 什麼工業用級 企業用級 你光看它的客戶 它不是for end user 是那種平常的消費者 它是for這麼大的一個 一個大的一個企業集團 對 也就是說你可以想像出來 它的毛利一定高 對不對 你如果假設for end user一定很低 什麼7% 3% 5%的對不對 這個毛利率很高 那另外一個EPS的一個部分 剛剛EWA在那個時候 把你看到8塊錢 去年是5塊錢 那今年8塊錢 好 所以所有的基本面 我幫你review過了 不管是產業也好 不管是它的月營收也好 它月營收年增有三成 還不錯喔 DG的部分 DG有三成 對 沒有錯 所以它的基本面數是OK的 不是只是它技術線型OK而已 另外一個我們再看一下 底下你有沒有發現 三大法人 基本上從3月份來開始的話 大部分的時間是站在買鈔 對 所以我問你一個問題 你看它那麼強的說 這我買不下去 好 你就不要買 你就給三大法人買 我沒有意見 因為它就算創高 可是反而還是在買 對 就是這個概念 所以很多人在買股票的時候 永遠有一個障礙 就是說這麼高 我買不下去 好 那就不要買 不然怎麼辦 要怎麼辦 你要怎麼買 很簡單 還是一句話 如果假設你今天有買的話 那叫錢給錢 我真的 我的邏輯還是一樣 大盤明天續彈的機會高 應該是續彈的機會高 是 所以我認為這種股票的話 明天續彈的機會也高 如果假設你只是很單純的做加上 因為我們3D全球財經的題目是這樣 是明天可能會漲的機率高的 股票挑出來 所以這個是否明天的 所以我的看法是這樣 大盤也OK 個股也OK 技術線型也OK 三大盤也買超 所以根本就不要客氣了 所以真的 如果假設你把這個節奏抓到之後 我搞不好 你今天有買進去的 明天搞不好 你真的在急漲的時候 你是可以算鈔票的 我的看法是這樣 所以真的要相信健安哥以下 你看一個月的錢 獎在哪裡 這邊 差好遠喔 對不對 好 第二次了 雖然說已經來到高價位了 可是你看下面的法人還在買超 我們就來看看明天到底會怎麼樣的表現 那麼下個階段 我們要帶你來看的是今天 強轉弱 弱轉強 剛剛說到了強的 今天很多高高的 結果你看一根黑K棒 而且是打到跌停板 這種個股怎麼辦呢 它真的已經結束了嗎 那麼其他轉強的個股又有哪些 我們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